测量身高的方法和要求有哪些呢 我们在测量身高和体重之前 都要脱去外套 鞋帽 尽量采用同一个工具 与早上测量 身高测量呢 也一般用比较 经过校验的一个身高计量器 身高计量器 然后被检查者要立位 三岁以上的孩子 我们都是立位 直立于身高计的底板上 指导被检查者双目直视前方 头背肩 靠在一个立柱上 检查人员呢 站于被检查者的左侧 将压板呢 上面那个压板 沿立柱缓慢的滑下 压至被检查者的头顶 平视读数 以0.1公分 作为一个精确度 三岁以上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立位测量方式 三岁以下的婴儿 我们是用了一个水平位的测量 我们不叫身高 叫身长 我们用卧室婴儿身高测量仪 来测量身长 化而取养卧位 脱去也是要脱去厚衣服 使身体充分伸展 脱起这个鞋袜 帽子 一人固定孩子的头部和膝关节 款关节 将孩子的 将压板缓慢的滑到这个孩子的足根 平视这个读数 我们就说测量身高 一般来说 居家测量 医院的测量是一个 互补的一个形式 因为你不可能整天往医院跑 对吧 我们家长也会居家测量身高 居家测量身高 我们遵循一个三同的原则 我们希望是同一个人给孩子测量 同一个测量时间测量 同一个测量尺 测量尺 一般来说 我们早上测量最好 如果说早上没有时间 我们要上午量都上午量 要下午量都下午量 因为早上比下午或者晚上的身高 会高出一到两公分 三岁以下呢 我们采取养卧位的位置测量方式 三岁以上呢 采用直立位的测量 测量身高呢 我们需要尽量的早上测量 咱反复强调 但是如果没有条件的话 也要上午量都下午量 下午量都下午量 我们要至少每月测量一次 观察并记录孩子的生长发育曲线 就说每定期测量 定期观测 它的生长速度 及时发现异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